哈囉大家好我是曲若 這次要講的主題是 看發明學英文 近代有哪些改變你生活的重大發明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當一樣發明要普及化的時候 其實都已經過了至少10年到20年了 所以看到這些東西發明的年份 不用覺得太訝異 首先要講的就是1842年發明的 冰箱 Refrigerator 1852年客用電梯 Passenger Elevator 這個東西發明之後呢 才開始有所謂的高樓大廈 發明它的人就是 Oltus 1876年有線電話 Telephone 1885年摩托車 Motorcycle 1888年充氣輪胎 Pneumatic Tire 你一定知道是誰發明的 因為廣告已經打到快爛掉了 就是登入譜 1891年電浮梯 Escalator 竟然比電梯還要晚發明 1901年吸塵器 Vacuum Machine 1902年空調機 Air Conditioning 發明人就是開立 1903年有三樣東西 第一個就是飛機 E Airplane 再來就是現代汽車 Car 那這邊的現代汽車不是指韓國那台 而是有方向盤有屋頂的那種 以前的汽車是沒有這種鬼東西的 最後一個就是 衣架 Henner 再來是1906年發明的動畫 Animations 還有1907年的洗衣機 Wash Machine 1913年工廠流水線 Assembling Line 那流水線的發明人 就是福特汽車的創辦人 亨利福特 在流水線還沒發明之前 買一台車的價格 可是相當於現在的私人飛機 要那麼誇張 那1913年還有對女性朋友很重要的發明 就是胸罩 BRA 1914年不鏽鋼 Stainless Steel 1915年口紅 Lipstick 還有聲納 Sonar 1920年吹風機 Hair Dryer 1923年紅綠燈 Traffic Light 1923年黑白電視 Black and White Television 1926年空氣罐 Aerosol Cam 1928年錄音帶 Audio Tape 我以前小時候還在用這些東西 1938年原子筆 Ballpoint Pen 1939年直升機 Helicopter 1944年有兩樣東西 一個就是防曬爐 Sunscreen 另外一個就是彩色電視 Color Television 1945年微波爐 Microwave Audit 1946年比基尼 Bikini 1948年有兩樣東西 一個就是黑膠唱片 Long Playing Record 簡稱 LP 還有魔鬼氈 Vulker 1949年大家小時候共同的回憶 樂高 Lego 1950年是個發明年 一共有五樣非常重要的發明 分別是 口服避孕藥 Aural Contraceptives 信用卡 Credit Card 遙控器 Remote Control 錄影帶 Videotape 還有拋棄式尿布 Disposable Diapers 1952年也有三樣非常重要的發明 分別是 汽車安全氣囊 Airbag 還有買東西一定會用到的商品條碼 Barcode 還有再來就是 自動心臟體外去瞻器 Ultimate External Defibrillator 简稱 AED 1955 電腦 Computer 這裡指的電腦是世界第一台數位化 可以儲存資料的電腦 但是它的體積大概跟你們家客廳一樣大 1958年有兩樣 一個就是 懷孕用的超音波影像 Ultrasound Image 還有 雷射 Laser 1959年發明了汽車安全帶 Seed Belt 1962年發光二極體 Light Emitting Diode 就是我們一般人講的LED 1963年發明了液晶螢幕 Liquid Crystal Display 簡稱 LCD 還有 滑鼠 Mouse 1968年自動櫃圓機 Automatic Telemachine 簡稱 ATM 1969年也有四樣非常重要的發明 就是 錄放影機 Video Cassette Recorder 還有 煙霧偵測器 Smoke Detector 最重要的就是 人人現在都在用的網路 Internet 但是呢 在當時只有特定的幾個人物可以使用 並沒有普及化 還有 雖然不是發明 但是對人類非常有貢獻的 就是人類終於在1969年登入月球了 1971年電子郵件 E-mail 1972年斷層掃描 Cat scan 1974年個人電腦 Personal computer 簡稱PC 1978年人工受孕 In vitro fertilization 1980年光碟 compact disc 簡稱CD 1982年攝影機 Camcorder 1983年筆記型電腦 Laptop 1984年現代的行動電話 Mobile telephone 還有DNA的密碼 DNA Fingerprint 那順便教大家DNA這三個字的全名要怎麼唸 因為呢 很靠北 所以呢 我只會講一次 聽好囉 Dioxy Ribony Clinic Asset Dioxy Ribony Clinic Asset 1986年數位攝影機 Digital Camera 1989年全球資訊網 World Wide Web 簡稱WW 就是你現在在用的網路 1994年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s 簡稱GPS 1995年數位影音光碟 Digital Video Disc 簡稱DVD 1997年布局難得 舊星威爾剛 Viagra 千禧年的最後一個偉大發明 就是MP3 這次的個人就上到這邊了 我是曲若 謝謝收看 想學習更多英文嗎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喔 曲若的英文教室 我們下次見